朱尊 牛尊 玉皇 四千余件精美的文物横跨近四千年时间 近日 安徽狼西墨盘山遗址研究成果 入选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走进考古遗址现场 实地探访长江下游地区近四千年的文明演进 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狼西县 1970年 在开掘河道的过程中被意外发现 2015年至2023年 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墨盘山遗址先后开展了三次系统性发掘 发掘面积共1625平方米 发现了马家邦文化 松泽文化 梁祖文化 前山样文化 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 正式该遗址是一处连续使用近四千年的区域中心性聚落 梁祖文明的诞生它并不是在本地就突然出现的 它是接受了众多的域外文明或者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 那这些域外的文化因素要从周边地区要进入梁祖的 这个谷国的腹地 那么晚东南地区是一个必经通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通道上发现了来自各个周边地区的文化交融的证据 从马家邦文化晚期到松泽时代 这样的交融的证据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丰富 而这样的丰富直接就促成了后来 灵家滩文化或者文明像梁祖文明的这种迈进 赵东升介绍 墨盘山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些独特的文物 如鱼尊 猪尊 牛尊等 生动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趣味 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大量的网坠 桃锡以及石制农业工具 同时还发现了少量水稻 灵角 芡石等植物遗存 和兽谷 裸壳等动物遗存 说明古人生计方式较为多元 从器物上可以体现出这个地方生活非常富足 然后既以渔业经济为主 又有种植 又有畜牧 还有采集 甚至还有狩猎这样的行为存在 所以他们的艺术水准或者艺术造诣 或者这样生活的情调就体现得非常的明确 墨盘山遗址还出土了较多玉器 可见器形有绝 黄 坠 环 纽扣等 大部分玉器均有重复利用的现象 有的断尾几节仍钻孔坠盒使用 说明玉器可能是作为珍贵的物品而使用 因为它处于当时社会的一个文明化进程的大环境 关键时期一个大环境中 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墓葬中还能体现出这些人的一种生活的身份 就是身份的问题 还体现出一些生活分化的问题 就是分工和分化的问题也可以体现出来 虽然这些分红和分化与文明的中心地带相比 差得很远 不可同人而语 但是仍然可以体现出这样的一些身份 墨盘山遗址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关键 关键时间 关键地域和关键内涵 赵东生介绍 墨盘山遗址是晚东南地区 迄今发现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 面积较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普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 为人们理解 长江下游地区近四千年的文明演进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和深刻的学术启示 墨盘山遗址它处于一个关键时间 关键空间 又具有关键的文化内涵的这样三个关键的重要加持 它既是填补了一个区域的空白 又可以证明在这样近四千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中国的古国文明 一直到后来的广域王权文明 晚东南地区的不可或缺性 它的重要的文明廊道的价值的体现 目前 墨盘山遗址已正式启动了第四次考古发掘 赵东升介绍 未来考古团队计划加快 对以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继续对遗址进行补充发掘 加强文物的活化利用 通过修复 展示和教育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